- 算時間內嗎? - 算時間內嗎? - 我開始按就是時間內 - 你可以快點講 - 大家好,我叫YC - 按 - 講有點麻 - 太沒太起來了 - 就是這個Y,就是這個C - 然後我想我自己可能沒那麼好介紹 - 因為我覺得 - 我想要介紹對大家比較重要 - OK - 那... -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- 分享故事 - 你沒有聽錯,就是分享分享的故事 - 那... - 像今天大家因為焦點然後聚在這邊 - 然後大家來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- 然後你的工作 - 然後你在生活或是在工作中 - 碰到一些困境等等 - 那其實分享可以是有型 - 也可以是無型的 - 譬如說在我小時候 - 我可能就會分享我們考驗給得比朋友看 -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- 可能會肩膀借給我 - 失戀的好朋友 - 失戀的朋友 - 好 - 然後肩膀可能是有型的 - 可是給他的支持 - 跟給他的溫暖其實是無型的 - 那可能到大學的時候 - 我可能會把我的家具 - 我畢業了 - 然後我把我的家具跟我的書籍 - 傳承給我的學弟妹去用 -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用的 - 那其實隨著你的... - 你慢慢的成長 - 然後你的生活方式改變 - 然後你喜歡的樣式都改變的時候 - 你有沒有發現你身旁的這些東西 - 它會變老或變舊 - 那它甚至變得不適合你在這個年紀使用 - 可是不代表它不能用 - 那當這些東西都已經變老變舊的時候 - 你都會... - 它完成你身中... - 完成階段性的任務之後 - 你都會怎麼樣處置它 - 可能有些人會直接把它丟掉 - 然後可能有些人會直接把它放到儲藏室裡面 - 或是儲藏櫃裡面放著 - 可是就是放著 - 你不會再去看它一眼 - 那要怎麼辦 - 所以... - 我們在... - 我們像我在... - 我跟三個夥伴 - 我們是一個新創的公司 - 然後我們在創... - 創業的過程當中 -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分享跟包容 - 譬如說像我自己在念研究所的過程當中 - 其實跟我的創業時期是有重複的 - 那我每個禮拜可能只有進公司一兩個小時 - 一兩天... - 一兩天... - 好不要浪費我時間 - 我進公司可能只有一兩天 - 然後他們都很接近的 - 就會等我進去的那一兩天 - 然後就只有... - 就才會訂飲料 - 他們不知道其實我在學校也是訂人手 - 那... -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包容 -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去分享 - 因為我們每一次在開會 - 在分享自己生活上面 - 或是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- 其實那一起都是我們以後會碰到的一些創業的道路上面 - 會碰到的問題的解決的辦法 - 這有時候都是很重要的 - 所以我們有一個專業的紀錄的人員 - 那我想要講的是 - 當你生活當中的這些東西 - 它不能使用的時候 - 你要怎麼辦 - 所以... - 我們曾經辦了一個... - 我們想要讓更多人去體驗一下這個... - 你身旁的這個東西 - 然後它不能使用的時候 - 你要怎麼樣去分享給別人 - 所以我們辦了一個實體的拿給活動 - 那很多人就來參與 - 那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... - 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- 他拿了一台OSIM的小腿按摩機 - 它是OSIM的 - 它是OSIM的 - 很重要的是我要講三個 - 它是OSIM的 - 然後... - 是 - 對 它是OSIM的 - 然後... - 它雖然不是最新的型號 - 可是它可以用 - 而且它... - 你稍微擦拭整理過後 -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小腿按摩機 - 所以它... -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... - 你可以把... - 你用不到之後 - 你可以把這個小腿按摩機丟掉 - 可是你在丟掉的同時 - 你會感覺到一種罪惡感 - 那當你把這個... - 你把這個按摩機分享給你 - 有需要的... - 有需要這個使用需求的人 - 其實你會... - 你心情上轉變會是一個成就感 - 甚至你可以感受到 - 需要的這個人 - 它在使用的時候 - 它在按摩這個水的時候 - 它也許是... - 心情是放鬆 - 然後是愉快的 - 那... - 你為什麼不用這個愉快的心情 - 用它的愉快的心情 - 甚至是你自己的成就感 - 來取代掉你心裡面的那個罪惡感 - 所以Goods for free上面這邊 - 它承載了很多分享的能量 -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擔任給方 - 你也可以在上面擔任拿方 - 當你擔任給方的時候 - 你無償的給是Goods - 然後你擔任拿方的時候 - 你只需要付出運費 - 你就可以拿到你需要的東西 - 所以這個平台其實上面承載的是... - 不只是東西 - 不只是這個物品 - 不只是這個Goods - 它其實還承載了你的滿滿的分享心意 - 那因為我們相信每一次的拿給 - 其實都是一個很美好的經驗 - 所以我們在這個平台的後面 - 我們提供了完善的服務 - 我們提供了完善的服務 - 然後我們也讓... - 拿給兩方都有平等的權益以及權利 - 而且我們也提供了... - 我們也讓你會感覺... - 你在這個... - 我們也降低這個拿給過程當中 - 一些繁複一些... - 很麻煩 - 譬如說有些人可能會... - 約面交約不到 - 或者說寄東西 - 然後有價差等等等等 - 這些繁複的東西 - 我們都把它降低 - 然後我們讓你去享受最單純 - 最美好的一些... - 最純粹的一個分享的過程 - 那也許有人會認為說... - 事實上剛上也有提到公益的部分 - 那也許有些人會問問說... - 你是不是... - 你是不是公益性質的 - 或是甚至說你的服務對象 - 是不是針對公益團體 - 或是甚至你自己就是一個公益團體 - 公益的平台 - 可是對我們自己來說 - 我們會認為說公益 - 不應該只是針對部分的人 - 我們認為公益應該是大家的利益 - 每一個人... - 社會上每一個人 - 都可以享受這個權利... - 這個權利... - 所以我們希望成為... - 我們Goose for free - 應該是可以成為你生活當中的一個小工具 - 那這個小工具 - 是要解決你生活中的一些問題 - 的一個器具 - 所以Goose for free - 其實我們會希望每一個人都能來用 - 那你可以來當給方 - 那他也可以來當哪方 - 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 - 我們不希望去做區分 - 我們不希望做背景的一些限制 - 因為我們覺得限制了之後 - 這個平台 - 這個小小的這個Goose for free的集散地 - 可能就沒有辦法順利的運轉起來 -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- 有人笑了 - 好 那我就不用再多講什麼 - 這個是我們在網站上面有一個功能 - 叫做開箱感謝 - 那我們希望給方... - 拿到東西之後 - 他可以去做一個分享 - 那這個會員就很有趣 - 他就自己拍了一個 - 他拿了這件白色的襯衫 - 然後他寫了一個服用前服用後 -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邊就是很拉 - 他眼睛好像很閉著 - 然後右邊就是比較有精神這樣子 - 那這個會員 - 寫完這個開箱感謝之後 - 更有趣的是 - 另外一個會員就直接拍了這張 - 然後感覺是不甘示弱 - 他覺得他戴了這個銀安全帽之後 - 可是他不願意露眼 - 所以他就拿那個Hello Kitty把它遮住了 - 所以其實你在這個拿給的過程當中 -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心情是什麼 - 是愉悅的 - 是開心的 - 是快樂的 - 那他們也在寫這個開箱感謝 - 我們並沒有去限制他們一定要寫 - 必須要寫 - 我們也沒有限制他寫這個開箱感謝的方式 - 或是內容 - 這都是他們自己去寫出來 - 然後去拍照的 - 你可以看到他的手是自拍 - 那這個會員他寫了一篇開箱感謝 - 然後讓我們的網站掛掉了三次 - 因為他寫了那個... - 因為畢竟我們是當成立嘛 - 所以我們的網站建置可能就是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- 所以還有一些東西慢慢的在補習 - 所以像這個表情符號有些那種笑臉啊 - 就是黃色那種笑臉 - 我們可能還沒有設置完成 - 那他寫了一篇那個充滿著 - 這個表情符號的一篇感謝文之後 - 然後我們網站掛了好幾次 - 然後就跟他用客服 - 在跟他這樣來來回回 - 然後他就很貼心的 - 我們就跟他講說我們會盡快收復 - 那當然網站恢復以後 - 他就寫了一篇... - 不包含任何... - 那個... - 補表情符號的一篇感謝文 - 然後一樣就是... - 你看他PS應該開箱成功了 - 我要最近沒有打其他的符號 - 所以就是每一個... - 每一個會員其實你都可以看得到他非常可愛 - 然後非常有趣 - 這個是我們的... - 呃... 講到這支手機... - 呃... - 其實我們很... - 心裡面很激動 - 很感動 - 因為... - 我們會覺得 - 哇... - 我們努力的半年了 - 一眼一臉 - 然後看到第一個會員 - 看到第一筆訂單 - 然後看到第一筆交易 - 然後看到第一筆路障 - 就是你心裡面的會... - 就是雞皮疙瘩有點破頭 - 但是我覺得那個... - 大家可以... - 如果有創業的經驗的人 - 就是你會感覺 - 我...天啊... - 我...我的... - 我在做的事情終於開始隱遇了 - 那最後這四個人 - 那剛剛也許兩分鐘介紹的時候 - 也許大家有訂到那個... - 呃... - 那就是我們四個 - 那我是第二個 - 就是FlyC - 然後... - 呃... - 這個... - 這個平台上面其實真的充滿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- 然後也有FreeGoods - 所以很歡迎你們上來看看 - 然後... - 呃... - 如果你們時間到了 - 但是讓我過了30秒 - 好吧 - 你們也許有看到這個... - 就是... - 發一張階子 - 是 - 然後你們如果... - 這個階子是可以試一下的 - 中間這個箱子可以試... - 中間這個箱子可以試一下的 - 嗯... - 可以說... - 像這樣子 - 是...然後你要貼在哪 - 那你就可以... - 那我可以給你貼 - 沒關係,我還是貼我自己 - 不要,我要貼 - 好,那... - 開玩笑... - 那還是我貼你 - 然後...這個東西... - 買什麼給我... - 買什麼給我... - 呃... - 大家冷靜... - 好,這個貼紙你可以貼在你想要分享給別人的東西身上 - 所以... - 譬如說你貼在我身上... - 那... - 好,我大概就講到這邊... - 那... - 大家對我的... - 分享他有沒有什麼興趣的地方 - 還是對我比較有接近... - 哈哈... - 沒有,然後... - 因為時間到了,不好意思... - 好,時間到了... - 對啊... -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等一下再... - 所以要怎麼樣找到你們就打... - 這是我們的粉絲專頁的那個名稱... - 然後你直接打... - 好的,大家謝謝... - 謝謝YG,謝謝...